历史上将要发生的大事,许多先知,先觉和高人通过观察天象,能预知未来,并巧妙地用独特的语言记录下来,如诸葛亮写了,马乾克,邵雍写了,梅花诗,刘伯温写了,烧饼歌,等等。 当人们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与这些著名的预言对照时,发现都有很高程度的吻合。 而这些预言也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。 大家好,我是陈希,欢迎来到陈希小屋,我会每周在这里,和大家分享我的所知所想。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,欢迎点赞订阅。 今天我们来聊聊刘伯温的预言。 刘伯温又叫刘姬,出生于1311年,是明朝太祖朱元帐的军师,拥有许多神奇预知能力。 诸有四大语言,其中之一是烧饼歌,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。 传说,在公元1368年的一天早晨,太祖朱元璋正在吃烧饼,才刚吃一口,就收到刘伯温有失进见的报告。 刚想要说同意的时候,突然想到刘伯温神奇妙算的事,打算考考他,看看他到底有没有传闻中那么深。 于是便将自己刚刚吃过的烧饼扣在了碗里,便召见了刘伯温。 然后突然问他说,听闻先生见多诗广,那先生可知这碗中扣的是什么? 刘伯温掐指一算,抬头便说,这碗中的东西既像月亮又像太阳,还被陛下拧咬了一口,是饼呀。 如此精准的预测,使朱元璋连连赞叹。 诗人还相传刘伯温死后,墓室之中奇妙无比,一位清朝将领竟然要对刘伯温的墓室进行挖掘。 他们刚挖了一会,就挖出了一块石碑,上面写着顺制三年春,开我坟。 不仅如此,这块石碑的后面还可有贝勒贝勒,天下无敌。 生于北方,死在浙江。 而这位挖开刘伯温坟墓的将领正是一位贝勒,他确实出生在北方。 可人现在还活着就被预测了死期,这下可是把贝勒吓得半死。 果然回去后就患重病,移民呜呼了。 也正因为这些,他知晓天地万物,前生后世的能力被后世所津津乐道。 在1993年太白山的地震中,人们无疑发现了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。 现在看来,上面竟然精准地预测到了新冠病毒。 这场横卷世界的瘟疫发生的准确时间,独来让人称奇。 而且还写了如何躲避这场灾难的方法。 在这动达的年代,希望各位能认真看完,或许能真的对您有所帮助。 一,天有眼,地有眼,人人都有一双眼。 一,人的所作所为天地皆知,此时善恶遭受报应。 人人自己可以看到这场劫难。 二,天也翻,地也翻,逍遥自在乐无边。 一节,劫难过后,天翻地覆,修心向善之人逍遥快乐,自在无边。 三,贫者一万留一千,负者一万留二三。 一节,此节死亡人数巨大。 清贫的人留百分之十,负人一万个人中留二到三人。 四,贫富若不回心转,看看死期在眼前。 一节,无论贫富,如果不回心转意归心向善,眼看着死期就会到来。 五,贫地无有无谷种,谨防四野绝人烟。 一节,瘟疫造成田园荒芜,四处见不到一个人。 六,若问瘟疫何实现,但看九冬十月间。 一节,如果问瘟疫何实出现,只需看从初冬开始。 武汉肺炎确诊的第一例患者是十二月一日发病, 比武汉卫健委通报的第一个病例的发病日期早大约两周。 七,行善之人得一见,作恶之人不得观。 一节,瘟疫的全过程,只有行善的人才看到, 作恶的人看不到,已经死掉了。 八,世上有人行大善,遭了此劫不上算。 一节,瘟疫发生时,世上如果有人做了大的善事, 但此次大劫中没有选择走正步, 却走向恶的一边也会遭受此劫,是很不值得。 九,还有尸仇在眼前。 一仇天下乱纷纷,二仇东西恶死人。 三仇湖广遭大难,四仇各省起狼烟。 五仇人民不安然,六仇九冬十月见。 七仇有饭无人屎,八仇有人无一川。 九仇尸体无人捡,十仇难过诸鼠年。 一节,之后还有十种仇杀人的景象到来。 一仇,天下的人和事都乱了套。 二仇,因凉荒而饿死很多人。 三仇,湖南湖北遭受大难。 四仇,全国各省因风控引起的动乱不断。 人民莫有安宁的生活了。 从入九的冬天,黄历十月开始冠状病毒传播,爆发人传人。 一致全国到全世界因死人太多,固有饭无人屎,遭强制隔离。 有人也没有衣服可以穿。 九仇,倒闭的尸体没有人收尸。 十仇,诸年到蜀年这两年大瘟疫流行非常难过。 十,若得过了大节年,才算时间不老先。 一致,人如若活过了这大节之年,才算是人世间的长寿者。 十一,就是铜打铁罗汉,难过七月初一十三。 一致,不管你身体多结实,都难过下历七月初一到十三, 也就是公历八月十九日到八月三十一日那几天。 十二,任你金刚铁罗汉,除非善乃能保全。 不管你身体多结实,只有真心向善,才能保全生命。 十三,仅防人人艰难过,观过天翻龙蛇年。 一解,龙蛇年间,意思是2024年到2025年间。 整句话的意思是,小心防范人人都很艰难过日子, 并且这种情况存在的时间会非常的长, 一直持续到2024年到2025年间。 过了难关,从猪鼠还要经历牛糊涂三年, 到了龙年和蛇年,就会有翻天覆地的惊喜变化。 十四,若问大平年,驾桥迎新主。 一解,如果问太平年何时道,驾桥迎接新主人的归来。 十五,上元甲子道,人人哈哈笑。 一解,那得等到下一个下历的甲子年。 公立2044年1月30日是下历甲子年新年。 那时,人人都开心地哈哈大笑。 十六,银钱是个宝,看破用不了,果然是个宝,地下列不到。 一解,人说钱财是宝,但真正灾难来的时候, 钱再多也没用,所以要看破钱财。 修心向山盛是珍宝,钱财哪能比得了,天塌地陷都不会倒下。 十七,七人一路走,银又进了口,三点加一勾,八王二十口。 七人一路走,银又进了口,真的古代写法是真。 上边是七字,下边是仁字,公字与口字重合,进了口则成口内二横, 一字立于左侧即是完整的骨体真字。 三点加一勾,把勾字拆开,中间添入三点为心字, 勾外的撇方到中间为刀字,再加一勾称为刃,心上刃则是仁字。 八王二十口,两点为八下有王字,再下念,下之一口字成,善字也。 真善忍是法轮大法的指导原则。 十八,人人喜笑,个个平安。 人人可观,个个可传。 有人应诵,误取金钱。 一解,喜欢真善忍的人,每个人都喜乐平安。 真善忍,这三个字每个人都看,每个人都可传。 如果将这三字印制传播,请勿收取金钱。 十九,行善者可保,作恶者难逃。 一解,行善的人能保得住,作恶的人逃不出报应。 看到这里,有人又说我在宣传法轮功了。 其实不是,我只是在解读刘伯温的语言。 因为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过程中,研究了很多预言,也发现了很多预言,最后竟然都非常的吻合。 以后,我会在初几期节目详细地谈一谈的,真的很神奇。 中国有句智慧的话,叫做兼听则明。 其实,您仔细想想哈,灾难中是谁在一直苦口婆心地向世人讲真相? 打电话也好,发传单也好。 只有法轮功学员不为强权暴政,不顾生命安危,向世人讲述真相。 不要您一分钱,也不喝您一口水,目的只有一个。 让人们明白真相,看清善恶,三腿自救,并牢记法轮大法好。 真善人好,这避意良方。 如果您真的能在大瘟疫面前,因承念法轮大法好,真善人好。 这九字真言,而逢凶化吉,遇难成想,那您真是太幸运了。 陈希在这里,也会为您高兴的。 如今瘟疫在全球似乎慢慢变弱,而中国疫情控制了三年,然后却突然又大爆发了,很多中共高官和中共党员也染一死去。 这就是天灭中共给我们老百姓的警示啊。 因为法轮佛法诞生于中国并红传世界,给中国人民带来莫大的福分,也一直在延长着中国人明白真相的时间,神佛在急切盼望中国人觉醒,得救。 但机会不会永远存在,每个人的命运就取决于每个人的人心的选择。 陈希在这里,也祝愿天下,所有人都能珍惜这万古不遇,被佛法救度的机缘。 最后,陈希衷心祝愿您,明白真相,从善如流,遇难成祥,俯首年长。 今天就讲到这儿,我会每周在这里,持续分享我对这个世界的所知所想。 陈希小屋,让人生充满阳光和智慧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欢迎点击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。